委員好 部長好 有一種說法 台北市的市長都比較不能幹 所以燈會都辦得很差 品質也很差 台南市的市長都很能幹 所以台南市的燈會都辦得非常的好 可是為什麼台南人都喜歡跑到台北市來買房子 台北市民很少跑到台南去買房子 那想來原因一定是 不是這個比較差的市長有能力創造需求 或者比較能幹的市長沒有能力創造需求 而是因為內政部可能是不是城鄉差距沒有處理好 比較偏袒台北市 比較對這個台南市比較對不起 所以才造成這種現象 我想不是內政部城鄉差距沒有處理好 事實上我們台灣的城鄉差距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 但我看到一直在點頭啊 好像台北市長的燈會比較不好 我點頭是禮貌 禮貌點頭 是 好 首先啊 我們來談幾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因為不管部長你對土地有多專烈的研究 你畢竟是內閣部會裡面 這個行政院最倚重的在土地方面決策的一個閣源嘛對不對 好 那從前段時間裡面我們為了評議這個土地價格 那有採取了一個大家好像莫名其妙接受的觀念 好像似乎是國有土地賣才造成地價上漲 有這種說法對不對 呃我想國土土地國有土地是不應該不應該在 不應該釋出嘛對不對 不應該 不應該 不是因為賣國有國家賣土地造成土地上漲嗎 土地上漲有很多原因 對呀 不會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應該不是一個原因 供給增加什麼土地價格的上漲 是 是 它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們就採取一個政策這真的基本上是對的 就是說一定面積以上的土地國有土地不再賣 這個沒錯我們還會再 我們還會再堅持下去 可是我們想像中的土地好像每一塊都一樣 是不是 可能每一塊不一樣吧 當然不一樣 它的位置不一樣 它的它的 好啦我舉個例子 是 我這張圖齁 這個是我的選區南港區的 這個所謂的經 什麼經貿園區大陸上的一塊 是賣邊間土地 旁邊白色的 白色的是民間土地 黑色的是國有土地 那這個國有土地也不是說什麼 國家本來就有啦 就是因為可能有些人繳不起什麼遺產稅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有沒有 就七寇八寇 那這一塊土地呢 是交雜土地 畸形土地 根據規定 超過一定的面積 不准賣 好啦不准賣 也沒什麼關係嘛 那老百姓說 那你總不能把我佔一個馬路的缺口 那我兩邊房子怎麼蓋啊 在土地利用上面就失去價值 然後就發函給市政 這個縣市政府 說我這個土地啊 可不可以做蓋 申請建造 那依據你們簡單的規定 只有寬跟深說啊 地方政府一定說這個土地是可以申請建造的 可是你們卻沒有講明白 這個土地可以申請建造 可是不能挖地下室 工程車開不進去 因為前面寬度只有兩公尺又八個八十幾公分 工程車開不進去 地下室不能挖 農機率用不到五分之一 我想這個部長知道的方式 可是基現有的規定 這個土地不能賣 那不能賣把前面旁邊的所有的民間人 該好好的大揭闊 去經營去變更的通通卡死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那他說 問國有財政局說 那 可不可以合建 你分房子 一規定 只要能夠自己蓋的就不能跟人家合建 然後建制政府通通推給內政部 換句話說 我們想像中的國有土地好像 每一個都是美麗的家園 正正方方 忽略掉有很多這種類似 不是基靈地的交雜土地 這是一塊 另外呢 我不要說光我們講台北市 新北市 又一塊 另外 這個更特殊 這邊是馬路 這邊是河流 那旁邊的都是民地 就是中間家宅一個這麼奇怪的國有土地 我還畫得比較方正一點 一樣的道理 跟新北市政府問說 可不可以取得不能夠申請建造的條件 新北市政府依內政部的規定 常寬可以申請建造 那能不能蓋房子 蓋房子蓋狗籠可以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把旁邊附近居民的合法權利 但是不慣居民的私人利益 就國家的需要 我們當然需要大街廓的使用 景觀好環境好管理 對不對 土地利用價值高 那通通卡在內政部的法律 所以我們在下定一個政策說 什麼東西土地能賣 什麼東西賣 我們當然一下子決定的時候 可能不是想那麼多 那麼細啦 那問題出來了 總該解決嘛 對不對 有交雜土地的國有土地全面要檢討 不能說只是因為上億的關係 亡令不能改 那就把很多東西就卡在那邊不能動 不想部長以為怎麼樣 我想當然您指的應該不會是個案 當然不是個案 像這種案子會很多 很多我只舉個例子給你看 對所以我先聽聽看我們蘇達怎麼說好不好 是 跟委員報告這個公有土地是五百坪以上 這個不能出售 不過據我所知因為這個都是根據國有財源法 就是這個國有財源局在管 他現在都推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通過推給內政部的法令 可不可以這樣齁 因為委員所提的剛才圖上看起來的那個圖 我都叫圓圖畫的 我知道是比較特殊 可不可以我們來研究一下 我們研究一下想一個看可不可以解決的辦法 那當然我也必須要徵求國有財源局的同意 國有財源局說他只要一個原則 就是你們這個地方政府內政部法令怎麼說他怎麼辦 應該不至於啦 他也知道說這個土地喔 國有財源局自己拿來蓋房子 蓋就像果龍一樣 他自己很清楚啊 那一定要聯合開發啦 對啊他現在限制法令說 因為自己可以申請建造就不能聯合開發 那當時你們行政委內政部所搞出來的法令 我想這個齁 當然這個法可以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看如何有空間達到雙贏好不好 我們來研究 那個部長齁 你前段時間談到這個合宜住宅 的確啦 這個都市化的現象是生產力提高 我們說要城鄉差距也不表示說 你把立法院往那邊搬那邊就會發達 也不就像那個審議會在悟風也看不出悟風幾十年有什麼發展嘛 對吧 那你比如說要把很多產業往外移 他也未必能夠移得動 因為區域經濟本身有很複雜的因素 不是政府一個人一廂前面所能夠做的 就舉個例子 馬省一直在發展科技工業 還是在128號公路啊 你看128號公路也是都是城鄉差距很大 何況台灣這麼小 而談城鄉差距有時候會overest 會過度誇大 南北坦白講 台灣這個土地的 在很多國家的土地規劃裡面 搞不好比人家一個市還小啊 所以你看東京市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東京市有沒有 市內有沒有講說城鄉差距 像台北市自己有城鄉差距很大啊 台北市民會不會講城鄉差距 不會嘛 那因為縣市 政治競爭 資源競爭 統籌付費款競爭 創造很多口號 聽聽就好了 好不好 那剛才有人舉什麼紐約市的房子 證明一點 我在紐約市住了8年 顯然那個人不太懂紐約啦 紐約房子 有錢人住在Park Avenue啦 住在第五大道啦 不會住在郊外啦 所以消息錯誤決策都錯誤 我倒是提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建議 台北市要提供給人家買房子的 那針對哪一個族群 35歲以上的 55歲以下 超過55歲買房子幹什麼 我不太懂 35歲以下還沒進入社會 我剛大學畢業20歲 我就想買房子啊 那全台灣大學畢業生 一年有幾百萬人通知到台北市來 也不是限職利益啦 但是如果在台北市上班就業的 35歲到55歲 如果真的買不起房子 政府要負起責任 來想辦法解決 那除了你在合宜住宅的方式 不管都投多少錢 那投多少錢 只要有回收也就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現在就是說我導致一個建議 台北市的捷運場站那麼多 在新北市有一個美和市 就是利用捷運場站去蓋出來的 共購蓋出來的 我們播放思想更前進一點 台北市也有很多捷運啊 在捷運事實上 農機都沒有用完啊 在捷運屋頂上放寬法令規定 上面蓋具有地上權意義的上班職住宅 他也不用買停車位置啊 直接下班就做捷運就可以去啦 很多案子都有啊 中校東路也有啊 跟政府做東來做 蓋好了以後呢 規定他 便宜賣給他 學新加坡 遠地市價賣給他 一坪15萬賣給他 旁邊行情75萬 一坪15萬賣給他 沒關係 大家來排隊 但是有個規定 要生小孩才可以來排隊 很合理啊 我們現在不是人口政策嗎 你那麼多政策獎勵都沒有用 你現在只要告訴我 你生三個 我們一坪賣你15萬 我跟你講每個人晚上天天加班 人口政策自然解決啊 用房屋獎勵生育 為什麼 理念上的 你為什麼買房子 你不結婚不生小孩 你買房子幹什麼 住房就可以了 為什麼你要買房子 因為你要養育小孩 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政府拿農區禮 在捷運上面蓋房子便宜賣給他 然後要來買房子的 原則上規定 如果生三個小孩 就可以來登記買房子 買一坪15萬 很好 要小孩長大才可以賣 而且規定 不能登記爸爸的名字 只能登記媽媽的名字 理由很簡單 你三個小孩 我怎麼知道是同一個媽媽呢 當然不能登記爸爸的名字嘛 對不對 登記媽媽的名字一定三個小孩都他生的嘛 所以多重保障創造一個新的一個社會保護王嘛 那有人在台北市做的話就很安心理得啊 對不對很安心理得啊 他就努力工作 那你說台北市擁擠也沒有關係 台北市再擁擠都比不上東京 因為這個什麼 這經濟效率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嘛 不要動不動想著說好像 這個哪個地方啊 就像我的家鄉 這個雲林縣馬上就可以冒出一個 成鄉差距縮小的大都會 那不切實際的唐吉克德啦 部長 部長你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我的思想太前進了 我的思想很有創意 至於說捷運能不能共構 我請教一下葉署長 這個捷運共構 工程上有沒有困難 人工地盤駕駕駛沒什麼問題啦 我像工程技術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每核式就是這樣 對啊對啊 這 如果可行的話 加油好吧 謝謝